巴西总统卢拉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此前 巴西允许在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中 采取本币进行结算 中国工商银行巴西有限公司 完成了首笔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 中国媒体称此举给人民币国际化按下了加速键 卢拉总统造访了位于上海的新开发银行 并在发言时说 为什么所有国家都要用美元来结算呢 与此同时 人民币已经取代美元 成为在俄罗斯交易量最高的货币 北京也在和莫斯科联手 试图在金砖国家中发行一种新的储备货币 另外 中东的石油大国沙塔拉伯 正在与中国讨论 以人民币作为其部分石油销售的结算货币 这些到底是否是人民币撼动美元主导地位的迹象 我们来继续请教两位嘉宾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 南卡大学爱砍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 以及澳大利亚蒙拉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赫林博士 再次欢迎二位 我想先来请史教授来谈一谈 您对于巴西总统卢拉这次访华 高调的呼吁金砖国家用本币 而不是用美元来进行贸易结算 怎么看呢 去美元化或者用人民币来替代美元的话 是一个老生常态的问题 美国今年的话就会重新兴起一波浪潮 但最后的话都销声匿急 我相信这一次的话也会是同样的一个结果 那么卢拉刚刚问了一个比较好的问题 说为什么我们这些贸易必须要用美元呢 实际上这问题应该问他自己 世界上又没有规定你必须要用美元 但为什么巴西跟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的时候 都会用美元呢 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本身是一个自由市场 你可以用其他的货币 但人们之所以选择美元 必然有它的背后的一些道理 所以这问题应该是请卢拉自己来回答 而不是请其他人来回答 我有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 我一直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 就是说在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之前的话 谈人民币的国际化就是一个伪命题 也就是说人民币的话 在自由兑换之前是不可能成为国际货币 道理就是说 因为现在的你刚刚提到的 中国跟其他一些国家 包括巴西、印度和沙特阿拉伯之间 用人民币进行结算的话 这只是涉及到贸易结算的问题 那么什么叫国际化呢 我觉得国际化至少有两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的话就是第三方 也就是除了中国以外的话 第三方也开始用人民币作为结算的货币 那么这时候的话 人民币算是一个国际货币 第二点的话 就是国际上的一些资产的话 会以人民币来计价 那么这两点的话实际上都没有做到 所以在这时候谈人民币的国际化 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 就像前几年一直我们谈了 新销成上一段时间以后的话 就归一层都最后无声无气的 我想这次也会同样的结果 是 所以我想进一步来请教史教授 你刚才提到这个人民币国际化 现在是一个这个很虚无的一个问题 那有些人说 那现在是不是有一些新的变化的迹象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 巴西跟中国达成了这个 用本币来进行贸易和投资结算的协议 其实除了巴西之外 中国还和东盟的很多国家 也达成过类似的协议 所以您觉得这种协议 其实对于人民币国际化 只是一种虚假的繁荣 并不是实质意义上的进步是吗 有进步 也不能说一点都没有进步 因为毕竟就是说有国家的话 是愿意用人民币来进行结算 但是要谈到国际化的话 就是我刚刚提到一个先决条件 必须是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 然后标准的话 就是说第三国在贸易的时候的话 可以会选择人民币作为交易的货币 然后第二个标准的话 就是国际的一些金融资产的话 会人民币作为它的计价的那些单位 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 那么仅仅是人民币是作为一种贸易的货币 而不是作为一种国际化的货币 所以在贸易方面的话 确实有所进步 因为毕竟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货品 货物出口国和全球最大的贸易国 那么货币的话 在贸易过程当中的话 是扮演了一个润滑剂的作用 当然你的货币的贸易的量越大的话 就需要更多人民币的话来使得他们之间的交易来更顺利 所以这对人民币的需求的话是有一定的帮助 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 这是完全两个概念 是 那说到用人民币来结算国际贸易 我想来请教谢田教授的是 现在外界比较关注的是在这种大宗的资源贸易当中 对人民币的使用的扩大 因为传统上像石油 天然气 这些大宗商品都是以美元来计价的 那这也是美元实现全球主导力的基石之一 您觉得这一点现在有所松动吗 可能有所受到挑战 可以说美元的地位受到挑战 因为你比方说更多的国家 有些国家开始就是不用美元来计价 但是美元的地位呢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松动 就像刚才石教授也提到 其实以前呢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美元是取代了英镑 作为一个国际货币 或世界最流头通的货币 但实际上当年欧元诞生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创立欧元 这个欧洲的这些先贤也好 或者它们这些奠基者也好 它们实际上可能有过 用欧元来取代美元的那个计划 或新月新月 但現在看來也根本不可能實現 實際上你剛才提到這個很關鍵的一點 就是說現在在這種貿易中使用人民幣結算 這個尤其是在這種大宗產品 大宗的石油、天然氣、糧食、鐵礦 這些大宗的產品、商品上面用這個貿易結算 因為這裡面還涉及到 在中國這些大宗商品的進口 都是國家主導的 國有公司來進口的 實際上很容易做到這種大規模的交易 用人民幣來計價 用本幣來計價 但實際上對這些中小的企業 很小企業的話 它們會覺得很麻煩 比如說巴西的一些小的進口商或者出口商 它出口商出口到中國以後 它拿回一大堆人民幣它有什麼用的 它又不是一個大的國家政府 它也不需要購買大宗商品 那它最後還是要換成其他的國幣 換成國家會議如果它從進口的角度來講的話 它也不能拿人民幣到其他國家去購買 所以最後實際上就是說用本幣交換 對這些小的企業 小的進出口商人來說是非常不方便的 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就是如果貿易基本平衡 這個兩個國家貿易基本平衡 這個問題還不大 你是用什麼結算 用什麼算也無所謂 支持這個商品來交換 沒有太大的資金的流動 如果有一方有這個 surplus 有這個順差怎麼辦 大規模的順差或大規模的逆差 這個時候你這個順差的持有的國家 它拿了很多其他的或者人民幣 或者巴西的里亞爾 或者中國公司拿了很多的里亞爾的話 它並沒有太多的用處 它最終還是要換成美元 因為他們希望去購買 從其他地方購買其他的那些 其他的商品 還有其他的貨幣 但是他們也知道就是說有一個貨幣 你可以拿著以後 你可以在任何地方購買任何東西 那就是美元 還有一個 你如果作為一大量的貿易順差 變成你的儲備的話 你如果是外匯儲備 你敢不敢用人民幣 或者巴西的里亞爾作為你的儲備貨幣 這個答案是否定的 因為只有這個美元 比如這實際上是過去戰後 二戰以後幾十年半個世紀已經證實了 這個確實是一個穩定的 強有力的 有美國政府在背後擔保的 可以廣泛接受的貨幣 所以這個是其他貨幣 現在沒有任何一個貨幣可以替代的 是 剛剛這個謝教授說美元的全球主導力 以及美元不可去替代性的另外一個基石 就是美元在全球的外匯儲備當中的占比 不過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 MF的這個數據 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當中的份額 在過去20年當中是成一個下降的趨勢的 在2022年的最後一個季度跌至59%以下 也是95年有數據記錄以來最低的水平 史赫林教授您覺得這是為什麼呢 這主要就是貿易的多元化 以澳大利亞為例的話 因為澳大利亞過去大部分的貿易的話 是跟美國在做 所以它主要需要儲備 像澳大利亞中央銀行 叫澳大利亞聯邦儲備銀行的話 必須要儲備一定的美元 當然澳大利亞現在主要的貿易國的話是中國 所以它必然要在澳大利亞儲備銀行裡面 作為外匯的話又儲備一部分的人民幣 所以這現在就是我剛剛講的人民幣是作為一個貿易貨幣的話 它的地位是再增加 確實是增加 我知道正好有一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一份最新的一個報告 它的那個報告的話就叫美元的主導地位 你剛剛談到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當中份額的話確實是降低的 但是其他三個指標 一個指標是美元作為全球支付貨幣的份額 它有一個比較是2012年和2022年就是過去10年當中 這樣從32%增加到40% 那麼還有一個指標 美元在國際債務當中份額的話 從過去2007年的41%現在增加到64% 最後一個是美元在國際貸款當中的份額 就剛剛提到的就金融資產是美元作為那個計價單位的 是從2007年的不到50%現在增加到52% 也就是說除了就是說你剛剛提到在全球外匯儲備當中份額美元是下降 是因為人民幣作為貿易貨幣的話它的地位得到加強 那麼其他三個指標實際上都是指向了 在過去10年當中實際上美元的主導地位是加強了 而不是減弱了 這跟我們在新聞上看到的好多人的那個說法的話是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是 而且美元在外匯儲備當中的佔比也要跟人民幣對比來看 我們看看這個北京近年來是雖然在力推人民幣的國際化 但是人民幣目前在全球儲備貨幣當中的佔比也只有2.7% 跟它這個貿易的佔比其實是不太成比例的 而且我看到有經濟學家他們的這個預測模型說 甚至都不到2% 謝教授您覺得這說明什麼 或者我們再進一步的追問 剛才二位都說到了 其他國家不願意用人民幣當儲備貨幣 很大一個原因是因為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 那這一點其實北京看得很清楚 但是他們為什麼不敢 或者不能讓自己的貨幣自由兌換呢 對 這個是非常好的問題 首先就是說現在如果這國際社會 比方說國際社會說我們不用美元了 我們用人民幣來作為這個國際的儲備貨幣 或最主要流通貨幣 所以所有的產品 比方說石油到小麥到這個大豆 我們都用這個人民幣來標價 讓人民幣來作為這個主要流通貨幣 其實這麼北京也不敢做 它也不敢這樣做 所以為什麼中共不敢讓它自己的貨幣來自由兌換 我覺得有幾個原因 至少有幾個原因 第一中共印了太多的人民幣 我們知道實際上人民幣濫發鈔票 濫印鈔票導致中國國內通貨膨脹 過去二、三十年的那個通脹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厲害的 所以這個人民幣實際購買力在下降 還有一個中共也沒有這個能力 或者是它也沒有這種金融的知識 這個人才來像美元一樣 像美國一樣就是要去來 在世界範圍內在掌控這樣一個貨幣的流通 你把美國通過各種各樣的國際的銀行 叫清算銀行 各種各西方各國的銀行 然後通過這些銀行這個SWIFT系統 它可以用很多的工具來控制美元的流通 中共沒辦法這樣做 它也建不起這樣一個體系 它也沒辦法控制對貨幣流通 畢竟中共很害怕的一點 就是它的貨幣一旦真正對國家 其它國家或投資家、金融家 給大量的大筆的存取儲存的話 它會出現這個人民幣可能會受到阻擊 也比方索羅斯我們知道 但是索羅斯當年它阻擊了英鎊 但沒有特別成功 也阻擊港幣 但是成功的阻擊了泰國 泰銖 因為泰銖是自由兌換的 自由兌換的話 一旦有一個金融 有敵意的一個金融家 或者是Finance Air 或者是國家 它可以積累了大量的貨幣以後 就可以在這個金融市場上 貨幣市場上 比方抛售來影響你這個貨幣 中共應該是沒有這個膽量了 害怕成為被阻擊的對象 因為在整個西方 整個世界金融市場上 這些最老牌的這些玩家也好 或者是能夠操控的 有足夠大的實力來操控這些 世界貨幣的話 這些專家或者這些有能力的人 都在西方各國 中共實際上沒有這個能力 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它也不敢讓人民幣 進行自由兌換 而人民幣如果不能自由兌換的話 那這是中國走向國際 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的 第一個跨不過的門檻 是 所以人民幣有它的問題 國際社會現在也意識到了 那現在他們似乎有另外一個思路說 能不能有新的這種儲備貨幣 像現在一個討論比較多的話題 就是中俄聯手在金磚國家 來推動金磚幣 也就是發行一種新的儲備貨幣 俄羅斯的外長拉夫羅夫 在1月份的時候說 發行新貨幣的問題 會在8月底 在南非舉行的金磚國家的峰會上 來討論 史教授您對於金磚幣的前景 怎麼看呢 我覺得這是泡沫 根本不值一談 那麼最主要原因 貨幣是什麼 回到貨幣的本質 貨幣是一種信用 之所以人們願意接受一張紙 然後你工作了一整天的時間 或者接受幾張紙這樣的 就是因為你知道這張紙所代表的價值的話 在比較長的一段時間是穩定的 所以這是一種信用 美元之所以在國際上這麼重要的位置 就是因為背後是美國政府的背書在那邊 那麼我們再來看看你剛剛提到的金磚五國想發行他們的金磚五國 金磚幣或者其他的 在美國的話也有很多 最近我聽說德克薩斯州的話 有一個人就準備發行德克薩斯州幣 而且以黃金作為背書的 說是這樣的 我們看看你剛剛提到金磚五國幣的話 那麼這個金磚五國的話 實際上它的貨幣的幣值的話 都是存在著很大的信用缺損的問題 剛剛薛教授提到一個問題就是人民幣超發 我正好手邊有個數據 可以印證剛剛薛教授提的那個人民幣超發的事 那麼因為美國跟中國可比的人民幣的那個就叫M2 那麼我們就以M2為例子 我看一下美國跟中國的人民幣的到2023年1月份 到2023年1月份的話 在中國的人民幣的整個存量的話是275萬億 但中國一年的GDP的話是120億萬億人民幣 也就是說貨幣發行量是GDP的兩倍以上 那麼你如果看美國的話 M2在2023年的1月份 整個M2的存量是21萬億 而GDP每年GDP是25萬億 也就是說貨幣流通量的話 是一年的GDP的84% 一個是200% 一個是84% 所以可能 可能好多人都在說美聯署在那個濫發貨幣 那麼你一看數據的話 你就非常明確可以看到到底誰在濫發貨幣 那麼如果一個國家的中央銀行都不能控制自己國家的貨幣的發行量的話 那麼更何況你要把這個推廣一個地區性的這樣的貨幣 那麼我們看看金鑽五和其他國家的情況 南非大家都知道經歷了一波非常惡性的通貨膨脹 那麼如果看盧布的話 在去年2月14號俄羅斯戰爭開始以後的話 幾乎在一天之間就下降了25% 然後你也提到比方說阿根廷、巴西這些南美的國家 阿根廷的通貨膨脹現在還是在100%左右 所有這些國家的貨幣都是不穩定的 你可以想像一下如果這些國家聚在一起的話 討人發行一個共同的貨幣誰來相信它 不要說這幾個國家之間相互不相信 那麼你要讓其他的人來相信這五國發行的貨幣的話 我想這應該是一個天方夜談吧 所有這些關於就是說去美元化 然後人民幣什麼國際化都如此類的 都是基於一些不切合實際的 或者對經濟學或者對貨幣經濟學 一點都沒有了解的這種空想 所以我個人覺得的話這些根本就不值得一談 謝田教授您怎麼看 中國媒體現在一直在炒作這個去美元化的概念 還說這個是新興經濟體的一個普遍需求 您同意嗎 我同意這個史教授的看法 非常同意就是說 這個不是新興經濟體的一個經濟需求 或者貿易需求 這實際上是一個政治需求 可能有些經濟體 像這個金磚各國 它這個政治領導人的一個要求 你比較實際上這個金磚 這個所謂的金磚 實際上我覺得這個最早的 實際上我們知道是高盛的一個投資家 它把這四個國家現在變成五個國家 可能還要增加一些 巴西、印度、俄羅斯、美國、中國 把它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等於是當時只是作為一個新興的經濟增長體 就是快速增長的一個新興經濟體 並沒有其它太多的含義 而這些國家的領導人我覺得這個政治領袖可能覺得這是一個 順竿爬的一個很好的機會 他們經常因此就湊到一起 湊到一起慢慢變成了一種半經濟半政治化的一種聯盟 在這個聯盟內部 像剛才社交都提到的 他們自己的貨幣經濟通脹 都出現巨大的都有問題 他們實際上從政治體制到整個經濟發展的模式 全部都是非常不同的 完全沒有可比性 也沒有辦法真正的聯手 它實際上就是一個成年人的遊戲一樣 所以這個新興經濟體 它沒有所有的新興經濟體 包括這些金磚五國 他們實際上都在自己在謀求美元 尋求美元或者要求或希望得到美元 但是有些可能得不到 比如俄羅斯現在可能得不到了 但是他們實際上真正的需求是有的 所以這是經濟上是有的 但是政治上呢他們在喊這個口號 還有一個就是說你如果去美元的話 可以去美元了 美元也不會永遠是作為世界上地球人的貨幣 以前也不是嘛 現在以後會不會有人替代美元呢 有可能 但是現在沒有 就是說現在用什麼呢 現在什麼去美元 剛才我們談到用人民幣啊 用人民幣也根本不可能 唯一可以去代美元的呢 是黃金 但是這個黃金呢 現在看來呢 也並不是太方便 作為交易也好 作為手段也好 比如世界這個 這個我們也知道從美元跟黃金脫鉤以後呢 現在所有的國家這些貨幣都是我們的所謂的Fiat money 都是這種主權貨幣 通通都是這個建立在政府信用上 或者沒有信用的政府的信用上 所以它沒有這個黃金的支撐 所以這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各樣的問題 如果真正如果全世界回歸黃金 本金本位置的話呢 那倒是可能出現一個新的世界貨幣 但現在看來也不是特別現實 畢竟美元還是有它的這個信用 剛才史教授提到 有它很好的信用 有很好的支撐 有美國的經濟 軍事 甚至那個政治上的一個保障 畢竟美國政府也確實 美聯儲也確實比較負責任了 就是至少保持這個美元 一直是稍穩的 一直是可以兌現的 並且也沒有濫發鈔票 是 剛才謝教授提到了 就是現在在面臨這個美國制裁的一些國家 好像尤其的要著急來尋找美元的替代方案 但是人民幣到底是不是一個好的替代方案 就不好說了 那有些人會提出什麼金本位 各種各樣的設想 那我想請教這個史教授 您覺得如果說要替代美元的話 這個好方案它取決於什麼呢 要好的方案必須要有幾個 下面幾個條件 第一的話它的價值必須是非常穩定的 那麼第二的話也普遍接收性 第三的話就是要易用性 那麼這些所有的這些性質加在一起的話 從目前來看的話 還沒有一個可以替代美元的一個比較好的方案 剛剛謝教授提到黃金 黃金是它的價值相對是比較穩定 也是普遍可以接收的 但是它不易用 我們不可能回到金本位的時代 我們也不可能的話出門的時候帶著一塊黃金 所以這已經是不可能 有的人覺得就是說像那些加密貨幣的話 可以來替代那個美元的位置 那麼它所宣傳的就是說加密貨幣 比方說比特幣的話 它最多是2100萬美元 他覺得就是說因為固定住的總的發行數量的話 就能夠控制那個發行數量 然後控制它的那個幣值 但我剛剛用的數據的話 可以證明就是美聯儲並沒有濫發貨幣 美聯儲還是非常負責任的 相反的比特幣 現在在國際上的通用性的話還是很差 我能知道的大概也就為數不多的 兩隻手可以數過來的公司的話 可以接受那比特幣作為那個交易的那個貨幣 所以放眼世界的話 我相信就是說在未來的話 肯定有可以替代美元的方案 但是目前至少在可見的未來的話 我真的看不到 我們有一位叫陳教授的推特網友 他表示說貨幣是一個國家和政府信用最直接的保障 一個在全球沒有信用和不被世界廣泛接受的政府 其貨幣自然是不會被接受的 那我想來請教謝田教授 中國其實很多年前就展現了人民幣國際化的野心 但是跟那個時候相比 中國目前的這個經濟形式和政策形式似乎又不太一樣 您覺得這些改變 最近的這些改變對於人民幣國際化意味著什麼 對 原來中國當時從加入世貿組織以後 然後這個貿易迅速增長 經濟也迅速成長 就是說中國當時確實有一段時間 它可以讓它覺得自己可以大撒錢 可以大量的投資 到一帶一路的時候 它那個時候確實有一些國際化的野心 國際化野心 但是我想就像我剛才提到的那些 就是說中共沒有這個能力 能力是在金融市場上來真正的掌控資金的流動 它也擔心它的貨幣被阻擊或經濟受到打擊 所以中共實際上是 你現在給它 讓它做這個人民幣完全國際化 它也不會去做 因為它不敢做 首先第一條就是它不敢把人民幣自由兌換 這是以前的情況 比如說五年前 十年前是這樣 過去這些五年到十年 就是習近平的這兩個一期以來 中國現在經濟形勢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我認為中國現在陷入了嚴重的衰退 失業率非常之高 這個時候還有一個就是整個產業鏈在外移 在離開中國 國際政策在離開中國 中國的經商環境也在惡化 中共對這些私人資本 外商企業 民營企業也越來越敵視 這個時候它經濟形勢更不好的時候 不管是國家的信用 國家的聲譽 經濟的實力都遠遠不能承擔 越來越國際化人民幣 所以它現在形勢實際上是越來越差 那我想繼續來請教謝教授 中國現在似乎是在人民幣國際化上 找到了一個新的幫手 就是俄羅斯 您覺得這個是個好幫手嗎 這個是個損豬油 不是個好幫手 首先我們知道中國和俄羅斯 現在基本上應該是同床異夢了 這兩個國家都面對著 面臨著美國 面對美國和歐洲 歐洲西方的那些制裁 或者打擊和制裁 現在他們需要聯手起來共同對付美國 對付美國和西方 實際上在這個時候 還好俄羅斯有它自己的能源 糧食資源 然後中國也需要 那中國生產的產品 也多多少少可以滿足一些俄羅斯的市場 當然它滿足不了俄羅斯對這種高端的 中高端的歐洲產品的那個需求 但是可以滿足一些中低端的需求 這個實際上是臨時的打火 臨時的夥伴 來對付共同的敵人 但是在俄羅斯在繼續國際化或真正在經濟上 在貨幣上 在金融上 在對抗西方的話 這兩個國家都加起來也不夠 加起來也沒有 它甚至沒有在日元和歐元 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所以這個也不太可能 還有一個我當然認為 就是我認為中國 美國現在實際上犯了一個戰略上的錯誤 把這個俄羅斯給推向了中共 讓他們連結起來 這實際上對美國是不利的 我們最後還有大概兩分鐘的時間 我想請史教授來給我們總結一下 就是在二戰之後 美元的全球主導力 到底給這個世界帶來了什麼 因為中國一直在宣傳一種思想 說這個是美元霸權 像官方的新華社上星期就發表文章說 美國坐享全球駐币稅 對世界實施日常收割 史教授 您覺得這種論述公允嗎 我覺得這個論述的話 是對貨幣經濟是一竅不通人 才能得出這樣的解釁 那麼二次大戰以後 1944年建立的那個布瑞登森林會議的話 實際上有IMF跟世界銀行 那麼美元在這兩個機構當中 其實最主要的作用 那麼在二戰以後 很長一段時間的話 美元的穩定使得整個世界經濟達到一個比較穩定的狀況 那麼說到你剛剛提到的那些 美國確實在發行美元過程當中得到了很大的好處 但是不要忘了美國也承擔了很大的義務在裡面 就是世界警察的這個義務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說如果是以人民幣來代替美元的話 那麼人民幣就不可能享受把人民幣的價格整個匯率壓低 所給它的出口所帶來的好處 因為你看一下國際上有一個叫Big Mac Index 就是那個漢堡堡 大漢堡堡 Index的話 它就是說實際上全球的90%以上的國家 都是把自己本國的貨幣壓低它的匯率 然後取得出口上的這個好處 那麼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沒有美元在這裡承擔的 因為這東西就有好處 肯定有其他國家承擔它的責任 得到外出 如果沒有美元在這裡承擔它的責任的話 那些發展中國家在二戰以後的話 是不可能靠出口來取得這樣的進步 所以我一直說這些發展中國家是得了好處還賣乖 得了便宜還賣乖 實際上他們從美元所謂霸權主義上 得到了很大很大的好處 就像二位說的 這很多時候不是經濟 而是政治 好的 非常感謝石赫玲教授以及謝田教授 今天帶給我們的分析 嘉賓在節目中發表的是個人觀點 並不代表美國之音